哈喽,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酸辣爽口,超级简单又美味的纯素酸辣粉,保证你们一看就会,我们先把红薯粉丝煮上,放入开水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,趁这个时间我们来调一个碗底,一勺辣椒油,一勺芝麻香油,一勺生抽,一勺橙醋,半勺花椒粉,半勺白砂糖,再加半勺盐,稍微搅拌均匀, 5分钟左右,我们的红薯粉丝已经煮好了,直接夹起,放入碗中,再倒入煮粉的水,刚好没过粉丝就可以,然后再撒上香菜,再来一小把脆花生,到这里我们这一道酸辣爽口的纯素酸辣粉就做好了,做法非常的简单,但是吃起来味道一点也不差,相信大家也能一学就会,好了,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一期再见, 再见,拜拜